美股强劲反弹 激励台股17号开盘气势如虹 一举站回万气之上 台股中场大涨507点 收在17488点 波指创史上第三大涨点 还成功收复年限 让投资人又惊又喜 希望台积电功不可没 上涨24块 收在582元 股王心理KY开盘也不甘失落 冲上涨停价3160元 短线上来看 可能指数就在17000点 到17000 起到17800这个区间 做一个上下震荡 外资在这波应该是有机会 会回补回来 主要原因是因为 他在过去来讲 他持有台积电最高是八成 现在已经降到73%左右 所以这7% 他势必要把它回补回来 外资动向仍是关键 财机专家谢金河 就在脸书上提到 外资主导台股13年 买潮接近归零 甚至过去三年 买超护生港股的资金 几乎都写本无归 只剩从台股提款创造获利 好赞外资周四终于回头 买超448亿 三大法人也联手大买 超过500亿 盘面亮点还有 受惠于联准会 升息一码的金融股 一片红通通 金融指数更上涨近2% 金融股它5月份会出息 我会建议在出息前买 因为一般来讲 金融股它最晚填息的时间 最差最差都6个月就会填息 排名话题也包括各股配息 大方配73亿的联发科 华硕以及黄翔涨多跌少 台股重回万七大关 也让外资终于回头 专家建议留意高值利率 与跌升电子股 有机会再占万八 三菱新闻林书贤 刘富慈台北报导 中文字幕提供